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周末 孩子们心心念的一直想让我给他们包顿饺子 我今天就准备 待会这会我准备出去买菜 然后今天中午给他们包顿饺子吃 走了,出发 去仓室买菜 去华人仓室买猪蹄 来美国一年多 还没吃过卤猪蹄呢 外国人一般不吃猪蹄 但是瑞白哈非常喜欢吃 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妈妈每次来都会弄一点猪蹄给瑞白哈吃 补充补充营养 而且补充补充胶原蛋白 今天天气还算是不错的 周末的早上大家都起来的比较晚 所以路上的吃了会比较少 这会儿到操事了 买点芹菜买点香菜 看一下 再会儿人应该不是特别多 再会儿人应该不是特别多 还有葱 两把葱 小把芹菜 那么多就够了 再来一把香菜 这香菜好大呀 买点苹果 家里有肉 这一次就不用买肉了 买单咯 走了买好了 买这几样菜总共花了8块多 还可以 我挺喜欢这个操事的 这个操事有的东西还挺便宜的 这会儿去顺便去 附近的华人操事买点猪蹄 就回家喽 这房屋的市场 这一两年比较疯狂 他的房子也盖得非常快 几个月都盖好 在阿拉巴巴这种 美国这种 算房价比较低的城市 就这就在三四四 至少四十五万以上 就是发展得非常快 然后前段 前几天去岳父家 他一个朋友 六七十岁了 就是当地的老居民 很多年前 当时他们来这个城市 这个地方只有一个杂货店 然后一个屋口 我买好了 买了两个大猪蹄 给水白发买了一个川贝琵糕 回去他喝 因为他还有点咳嗽 待会回家 赶快把它给炖上 他的主题都已经做好了 老板两种都听好了 他们也经常看我们的视频 我们的情况 他们都了解 刚才我们有在 他有在我们 现在情况怎么样 走了回家 你之前也吃过吧老婆 是的 我以前认识你以前 我可受经常喝这个 喝这个琵琶糕 是吧 但愿这个有效 哎呀 休息不好 瑞白还整个人精神就不好 是吧 好了 我这会儿开始剁馅子 包饺子喽 写点水 先把猪蹄给操上水 这边操好水了 洗一下 葱姜蒜 花椒 辣椒料包 下进去 酱油 酱油 料酒 盐 十三香 OK 煮上 50分钟左右 现在开始剁馅了 下次买个料理机 直接给它馅子打一下就可以了 今天就直接还是徒手剁吧 剁馅其实挺花精力的 先切一个 剁找馅子喽 Detective banned 芹菜一层是香菜 被香菜切好了 现在切芹菜馅 芹菜都好咯 酱油 放一点点鸡精 13香 盐 打个鸡蛋 搅拌一下 顺时针搅拌 加点香油 好香啊 我感觉我的嗅觉没有完全回来 但是至少能闻到香油的味道 馅子搞好喽 没有料理机每次包饺子就是 说馅子最复杂 这两个都好吃 一个是芹菜肉的 一个是韭菜肉的 一个是韭菜肉的 我要这个是啥 这个是香菜肉 我想要香菜肉 一个芹菜肉 一个香菜肉 我想要这个 你想要芹菜的 是吗 好 爸爸再搅一下可以了 哇塞 哇塞 放一会儿放出来水了 你要蘸点水 它如果干的话蘸点水 成不能爬桌子上 宝贝 下来 爸爸给你一个 哇塞 这好像第一个包的不累 爸爸你看我第一个饺子包完了 包的好 可以 待会儿你可以吃 他玩的皮在蘸水 没事 让他玩一下 反正我们自己家里人吃 没关系 小心远在很认真的 对 边上蘸点水 对 对了 我这两个大姑娘将来 他把我的饺子捏 小成 在捣蛋呢 妈妈 你已经来饺子了 我包的第一个饺子好 张亚恩包的第一个饺子 被弟弟捏坏了 你注意 你把你包的饺子放在你旁边 不让弟弟拿 我在第一个 我看欣元的第一个 一 OK 欣元的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弟弟毁了我第一个 第二个 待会儿我再救一下场 没关系 包饺子是我们孩子 比较喜欢的一个活动 你看第三个第二个 我觉得第二个更好看 哪一个是第二个 这个 这边是第二个 有你的风格 我看看 诚也在帮爸爸包饺子 你怎么包啊诚 就这样包啊 我们全家上阵包饺子了 因为大家都饿了 雅安包的还挺像样的 你看 这个 我的好丑 我看 可以 待会儿 待会儿让妈妈再给你 再妈妈再给你拧一下 可以 我的好美啊 我都好美啊 I want to make a goose you make goose 这是有Vivi的 把她的给修好了 对比一下 我的美国的老婆 比我包的还要好看 是不是 你是不是勾一包丑一点 没有 你怎么不折这个方便 你包的这个折皱很好看 看一下 挺好看的 我有照边 对我不习惯折边 我给我妈妈学的 她不折边 看着好又很紧 对 你们做折皱的话 会让 会让饺子不容易烂 对吧 下饺子的时候 可能等不及上来要吃了 小Vivi还在学习当中 妈妈在教她 亚恩已经包的 驾轻旧熟了 啥是驾轻旧熟 驾轻旧熟是中国的一个成语 也就是说你现在非常的熟练 对不对 很熟练了都已经 看妈妈帮我包的 你们俩合作的是吗 包太好看了 这个包的 妈妈 你把饺子都放在一起 你帮我把它放在一起 你不过来 你帮他们 好 你帮我自己的饺子 我希望 我会放在一起 我自己的饺子 好的 大饺子了 等不及了 先给冲冲黄瓜吃 我不知道 谢谢爸爸 爸爸 爸爸 饺子下锅了 猪体制 摥好了 看一下 看这肉 可以可以可以 很烂 焖了两个小时了 OK I'm coming food is coming pagel 这个卤猪蹄 我都已经想念了一年了 好香啊 好了 饺子好了 收拾收拾吃饭 凉拌黄瓜饺子 等不及了吧 都饿了 这谁包的 Vivi Vivi 我可以吃这个吗 爸可以吃这个吗 好的 尝一下 I can't wait 小心别烫着嘴了 哈宝贝 这饺子 家的味道 嗯 What do you think 好吃 超级好吃 是不是 有没有想到 在想到我们在中山 吃饺子 香菜 香菜 嗯 那可以 哈哈哈哈 哈哈 Eww Are you eating his skin 嗯 可以 猪皮好吃 很好吃 你喜欢猪皮 你喜欢猪皮 小心烫 站这儿酱吃 好好吃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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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ddy Hey Sissy Do you just want the white srips and pay me because they're sad 哦 I want shrimp now Remember 看着孩子们吃得那么开心 我也很开心 尝尝这个猪 猪蹄 好吃不好吃 满满的胶原蛋白 在哪儿酱 没有饭店卤的入门 毕竟他们是老汤 哇 是 你吃了六个还是吃的了 好多 我要吃一百个 吃一百个 吃一百个 他说差不多 嗯 他说好多 我要吃一百个 你记不记得上次在视频里面 他说 爸爸我要你给我包一百个更多 这个喜欢吃西餐 这个喜欢吃中餐 但是西餐里面的意大利面 他们都喜欢 中餐里面的饺子 你们都喜欢 是不是 总能找到共同点 欣然在练习筷子 看他认真的那个劲儿 他 acontece 它是有点集中 超级 它是超级 什么意思 她觉得有一点难 对一个四岁的孩子 哦 超级难对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 这个猪蹄子不受欢迎啊 饺子吃完了 猪蹄大家没怎么吃 香菜的饺子大家比较喜欢 碰的都是芹菜的饺子 反正我是在美国没有吃过好吃的猪肉 在中国的猪肉饺子很有嚼劲很香 但在美国的有点 有点那个嫩就太嫩了 吃了有点像蘑菇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也给你在 就是我们在国外这一年多 其实我想做很多的美食 我都已经做了 家乡的食物我都做了 但是总是吃不到家乡的味道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不仅是味道本身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是当时的环境 还有人是不是 也会有 其实说想念家乡的美食 其实想念家乡的美食的背后 也是想念家乡的家人 对吧 所以你在国外你总是觉得 哎呀怎么老这个味早 缺到点什么 是不是 反正我们来这边一年多了吧 慢慢的在适应吧 是吧 慢慢的已经差不多了 就是我是个人到目前为止 还是非常常常想念 想念国内 想念国内的家人 把家人留在远方 肯定是想念的 对 你在中国你也常常想念家人的 对吧 对 是一样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